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廣東話嘉賓訪談環節 很快就會到了我們中國人最重視的新年 其實在我們的社區都有不同的團體 為了今次這個新年舉辦不同的活動給各位家庭觀眾參加 就好像未來2月16日 在感受中華將會有一個新春聯班活動 和大家一起開開心心開一個party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今次活動的負責人上來和我們聊聊 首先介紹今天的嘉賓出場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加拿大華人自由黨協會主席 其現任安省行見會的會長 他是阮漢章先生,首先歡迎阮先生 多謝你 你好,歡迎你再次上來,很久沒見了 很多謝你訪問 其實很多家庭觀眾都對今次這個活動非常之有興趣 我知道今次這個活動的名字叫做 新春聯歡金蛇獻稅 沒錯 我知道除了你們安省華人自由黨協會舉辦之外 另外還有兩個協會是一起聯合舉辦的 不如介紹一下 好,這個慶祝活動是在2月16日,即是星期六 在感受中華舉辦的 我們很感謝貴台作為我們傳媒的贊助 也很感謝感受中華廣場 為我們的場地和音響贊助 這個活動來說,我們連續在感受中華已經舉辦了第三年 過去這幾年一直都很成功 我們有三個會共同主辦 第一個就是安省行見會 我就是現任會長 另外一位永遠名譽會長就是社區的名人 五卓生先生 第二個合辦的團體就是常青會 常青會會的會長就是周恩先生 小弟也是加拿大環自由黨協會會長 目前來說,我們邀請到的嘉賓有很多位 包括三級政府的代表 其中有國會議員麥嘉廉,即是John McCollum 國會議員John McKay 另外省議員那方面有陳國志,即是黃素梅 以及莫偉力各位 另外市議員那方面也有李鎮光 何湖景,趙善江 以及往市市議員,楊士廷等 另外市嘉賓的教育委員也會出席 其實請到這麼多名人上來 我相信到時一定是一個非常盛大的聯歡活動 我很想問一下阮先生 其實為何你們會選擇在2月16日人日舉辦 是否專門選擇一日 因為2月16日大家知道是人日 即是人人生日 這個是特別有意義的 一般來說大家知道春節是中國歷史傳統上 最重要一個節日 全世界的華人 包括大多數的60萬華人 都共同慶祝這個普天同慶的活動 我們目的舉辦這個活動 就是為了弘揚我們中華傳統的文化 另外亦都介紹給其他不同的族裔 認識我們華人春節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好似來說今年屬於蛇年 蛇是屬於一個很靈活很敏捷的動物 在這裡我亦都恭祝大家各位 在一個蛇年之中 靈活和生意興隆 萬事盛意 其實聽這個活動的名稱 新春聯歡金蛇獻水都知道了 非常貼題 慶祝這個蛇年 我們剛才就知道了 當日將會出席的嘉賓人士名單 其實可能家庭觀眾都很想知道的東西 就是出席的朋友 到底會有什麼節目 或者表演可以欣賞到的呢 我們就是這個節目會在下午 就是兩點鐘正式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奏加拿大國歌 跟著就是邀請那些嘉賓上台 就是團體上 另外跟著就會有審司 就是這個表演 點證和彩青 跟著也都會有財神 就是派利是 然後稍後就會有抽獎 我們這個活動是免費入場 另外我們也有些免費的 所謂的票 就是派發給大家 就是數量有限 派完即止 這些是憑著這些 ticket 就可以抽獎 這個活動 我們估計會延續到下午 就是五點鐘 其中包括有歌舞表演 有一個跳舞 民族舞 還有也有太極的功夫表演 節目是十分精彩的 如果家庭觀眾有興趣 可以一家大小 一起感受一下農曆新年的氣氛 又或者欣賞一些 富中國色彩的表演項目 當日一定不能錯過 真的 另外其實我也很想問一下 袁先生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就說了 今次這個活動 有三個團體一起舉辦 不如趁我一點時間 我們都逐個團體介紹一下 可能很多家庭觀眾 都未必知道 例如安省行見會 到底是做些甚麼 或者成立了多久 我們不如趁這個機會都說 安省行見會 創辦了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當年主要有三位創辦人 第一位就是社區 即是所謂喬領 即是吳卓生先生 他老人家今年都八十多歲 另外一位創會的會員 亦都是會長 就是余永賢先生 他亦有八十有多 另外一位 大家我相信都很認識 就是陳國志先生 當年他仍未從政 其實行見會的名字 取自於中國古語之中 天行見 君子以自強不息 是陳國志先生想出來的 小弟很榮幸 今年接手成為安省行見會會長 他主要的活動就是 為老人家舉辦多項 有益身心和健康的活動 希望老人家 能夠過一種團體 合群和有意義的活動 包括太極健身和飲食衛生 那方面 另外就是常青會 亦都是我們主辦單位之一 常青會就是創辦於2008年 牧場會長就是周欣先生 主要是服務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和留學生 為他們舉辦各行的活動 令他們發揮他們的天才 特別是一個表演 過去這幾年舉辦了很多大型活動 包括這個 是一個契王爭霸戰 邀請了全北美洲各大學的學生代表 來舉辦 所以是相當之成功的 當年也是一件盛事 相信電視機前的年青一輩的觀眾朋友 可能都會聽過 簡單來說 安省行見會的服務對象 主要是以長者為主 而常青會主要是服務中國來到的新移民和留學生 可以盡早適應加拿大的生活 最後 雖然大家都很熟悉的安省華人自由黨協會 不過都可以說一說 其實加拿大自由黨協會的前身 就是安省華人自由黨協會 創辦於1986年 創會的會長就是黃景培先生 他是加拿大歷史上第一位 就是華人的內閣廳長 也是安省第一位華人當選為省議員 我們在2月16日的活動 我相信黃景培先生也會出席 在2007年的時候 安省華人自由黨協會 改名叫加拿大華人自由黨協會 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 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推動華人 多些參與加拿大的政治 提高加拿大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多些認識加拿大的政制 還有多些參選和投票 但是除了政治方面 其實我們華人自由黨協會 也舉辦很多社區的活動 參與各種慈善的服務 包括當年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華人自由黨協會也出千出力 所以是屬於多方面的 而其中一個重頭活動 一定是未來2月16日的新春的活動 聯歡活動 最後的一分鐘 可否請袁先生再次和我們重複一下 這個活動的舉辦時間日期和地點 我們會在2月16日 即是星期六 即是年初七 就是下午2點鐘正式開始 會延續到大約5點鐘 是免費入場 以及免費憑券去抽獎 非常之吸引 還有當日還會有非常之精彩的 副中國色彩的活動 還有表演項目給大家欣賞 所以各位家庭觀眾 一定要記錄下這一天 2月16日初七人一的時候 一佳大勢去到感受中華 今天謝謝袁先生抽空上來 和我們談了這麼久 謝謝你 謝謝你們 不要客氣 家庭觀眾記得出席 現在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請袁先生 和我們談談其他方面的知識 謝謝你 現在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見